鳄鱼兽是由尹霸制造出来的第六号异能兽 由一只受到污染的鳄鱼所变异而成 其绝招为鳄鱼尾横扫以及鳄鱼嘴钢牙 是纯纯的物理攻击呀 按照我们国家鳄鱼的种类来猜测的话 如果不是移民过来的外来物种 那么鳄鱼兽的原型妥妥的就是这个打不过大鹅的那位马 整接上起的故事 也就在岩石兽第二次被冯荫甲给打跑了之后 为了推动接下来的计划 鹰霸便是招来了第六号的异能兽鳄鱼兽 进而在随后的剧情当中 让他与岩石兽一起联手 去对付那过来调查美厂的新男以及东山 有夜说一啊 初登场的鳄鱼兽还是具备不俗的实力来着 著作如知呢 在鳄鱼兽的身上那可是覆盖了后世的灵甲的 因此在面对那铠甲勇士的平A之时 鳄鱼兽除了被打推了几步之外 基本上呢也就没有了别的什么损伤了 反倒是那两位铠甲勇士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然而作为低阶的隐能兽鳄鱼兽的新手福利时间 那也是少得可怜啊 当鳄鱼侠跟炎龙侠逐渐的找到了配合的节奏之后 场中的局势立马也就发生了逆转案 如果不是因为鳄鱼侠在此刻空大了的话 那鳄鱼兽很可能就要成为魔七那样的可怜怪了呀 嗯 话说你们是否还记得 全剧当中东山到底空大了多少回呢 请开始你的表演 不过虽然是被鳄鱼兽给逃掉了 但是等待他的结局呢 似乎是比被封印起来还要凄惨一些 当他化作了一缕黑烟跑回了老巢之后 那身为老板的尹爸虽然是对其十分的不满 但是却也并没有像某些反派一样 亲手解决到自己的手下 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战斗 尹爸竟然是在鳄鱼兽进行身体修复时 再度玩起了抽卡游戏 我想此刻的尹爸应该是很羡慕 那些能玩十连抽的玩家吧 伴随着尹爸将魔牛兽的卡片 插入了机器的卡槽 魔牛兽也就这么违和的出现在了鳄鱼兽的身后 进而他便是直接一脚 就将那挡在自己面前的鳄鱼兽给踹飞了出去 如此一来啊 这场异能兽之间的首次内斗 也就就此展开了 虽说在这一过程当中 满嘴尖牙的鳄鱼兽 是一口就招呼在了魔牛兽的身上 但是他的这层牛皮 那也是相当的坚固啊 即便是凭借鳄鱼兽的咬合力 却也依旧是没能做到破防哦 而反观魔牛兽对于鳄鱼兽的输出呢 那可就要太暴力一些了 不仅是手里的斧子 在鳄鱼兽的身上砍的是火光四箭 随后在依靠蛮力 拖着鳄鱼兽的尾巴 轮了一番之后 这位那更是直接就重伤不治了 哎呀 被自己人给打死了 你也是凯甲勇士里面的独一份哦 词曲 李宗盛